大家好我是坚持介绍的大家好房子的大秦 今天又在坦子跟大家介绍一个很棒的华夏 那我们来看他的梯间 非常的宽阔 而且都没有摆放杂物 这边的管理非常的优秀 不管是灭火器还是消防床 防火设备都非常齐全 那这边的话一梯三户 有一户 这里有两户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 那我们先看一下因为他有一个抗性火先跟大家讲如果你的接受就赶快打电话来看因为这个 物件真的非常抢手 空间非常大 这边是电梯的空间 那我们的门话有一部分 去对到电梯 因为之前有很多客户他是会在意这样子的 格局 所以 大家考量一下 先进来看这里 是一个非常大的玄关 其实这边有落水口如果你想要把洗衣机放这边也是可以的 他的窗户都开很大所以通风和采光都非常好 这边是面对我们的中田 可以看一下 我们中田还蛮大蛮漂亮的维护得很好 再来看 这边是他的客厅 餐厨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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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的混合空间 那可以看到他一个非常开阔的格局 会让你觉得这空间真的非常大 当然 因为这样进来的话会直接看到 就是厨房开门会建造 所以 一样会建议大家在这边做一个屏风 或者是 櫃子 来做区隔 因为这里也有 插座 所以在这边放冰箱也蛮适合 那就可以直接打掉 那买大台一点 这个地方就大概是餐厅的空间 我们来看他有一个工作阳台 这个工作阳台 也非常大 比刚才的玄关再短一点点 但是他宽度是差不多 那一样全部都是有这个 窗户而且窗户都做很大 这边是他的落水口 所以要在这边放洗衣机也可以 刚才那边放洗衣机 也都可以看你自己的选择 那这边的话我们是用 电燃器的 电燃器滚线 接着来到他的第1个房间 他的房间每一个都蛮大的 而且算蛮平均的 所以说 不管是你要放单人床跟双人床都放得下 这边这个 窗户这边是对向我们 雅峰街的巷子 我们这个案名叫做德宝二旗 这里是他的公用卫用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 是有全新整理过的案子 这是第2个房间 第2个房间这样也算是跟刚才那个大小差不多 刚才有说过 房间的大小都蛮平均蛮大 那这边 通常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那个 窗型 比较少了 也不是说没有 比较少在用窗型冷气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玻璃 这样也可以明显当成它是双面采光 最后来到主卧这里 那因为我们这边算并肩 所以主卧旁边角落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柱子 那因为这个是 大楼必须要有的强壮的柱子 就在我们这边 这边一样面对中庭 这里是我们的主卧 那主卧是有开窗的 现在这个在德宝二企的 超大空间 三房加一个平面车位喔 目前开价 1280万 欢迎来电 约赏雾 来楼 这位探索 两�子 我们 试正 试正 试正